而另外也有民眾投訴說是確診康復解隔離之後 想不到居然不到一個月又出現了嚴重感染症狀 自行快篩是陽性 也被醫院判定為是二次感染 第一次當這名民眾要申辦後續請假隔離事宜 卻沒辦法來上傳這樣的通報系統 讓他非常困擾 事後了解才知道 原來他還在中央規定了三個月隔離新興範圍裡面 因此無法進行二次通報 台灣疫情還在高原期 許多民眾確診之後 診所 醫院向衛生局通報 確診者只要等待最佳隔離單 就可以向公司做後續申報請假隔離 以及後續的保險理賠 不過現在就有民眾指出 在他康復之後 一個月之內又被醫院診斷出再度確診 不過當他要將訊息上傳到系統時 卻被擋了下來 衛生局解釋 確診者解隔離之後 三個月內還是可能篩檢出陽性 不等於再次確診 即使醫院通報上傳 也代表一次確診 不需要再 居隔 也不會領到隔離書 這就是衛生局口中的無敵新興 只是民眾真的知道無敵新興的三個月限制嗎 依照中央現行規定 在第一次確診 解隔離之後 只要自主健康管理 還是可以上班 只是三個月之內反覆篩陽 或是出現嚴重症狀 該如何判定 加強後續治療 以免變化成為重症 或造成大規模傳染 也成為中央與民眾 後疫情時代的防疫課題 記者張家林 莊錫元臺北採訪報導